这个景色这么做 你看这个桥修的 然后这个小亭子 刚才这个位置 这是个厕所 一个男厕 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这么屌丝的男厕所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它只能允许一个人 站在那里尿 我觉得这种男厕所 以后可以多开发开发 这边桥子太暗了 这个凉快一些 我觉得比利时这个国家 真是很棒 如果不是那些移民的话 这个国家可以说 是相当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西北欧 确实已经把 整个的国家系统 建成了一种非常 接近完美的模式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了 但是呢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却建成了 全世界最大的 官僚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这边是在河的两边 因为这边是在河的内容